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合在一起我就听不懂了呢 难道是我的头盔隔音效果太好了吗 你说打特殊怪 听得分からない 等等你说的守目人伟诈卫们应该不是相近你战力的顶点 吸引众的顶级玩家专门组建公会极力讨伐 但至今没有任何人成功的七大最强种之一吧 绝对不是吧 呗 潘西亚共微笑着说道 不愧是职业玩家 你说的全对 三乐心想 这个人怎么总能给我整出点新花样啊 潘西亚共开始说明 阿修罗会排名前失误的玩家曾经挑战过伪诈卫们 结果当然是被打的妈都不认识 到时候我会准备一些帮助我们攻略的道具 但数量有限都是消耗品 道具非常珍贵 可以说我们的机会只有一次 两周后夏季大型更新的那个晚上行动 有问题吗 潘西亚心想 如果拒绝的话会不会被他全副追杀 三乐心想 为什么支招我们两个人 如果是想要少数精锐 那也应该是找塞嘎令那种买几玩家吧 似乎是听到了三乐的心声 潘西亚共解释 关键不是等级 而是操作技巧和策略 而且我也不希望这个情报被太多的人知道 毕竟很多顶级玩家都有各自的工会 可能会被他们截足先登 所以我最后决定了邀请你们两个 职业玩家和奋作猎人 监狱立马回应 我也不要拿身为职业玩家的我和这个奋作猎人相提并论啊 格调都被他拉低了 看着我的脸再说一遍 那么你们的决定是 哪还用说嘛 挑战强敌什么的 最塔诺戏了 来吧 说说你知道的全部情报 回到现实世界 为了给接下来的大战做准备 三勒买了一大袋红牛 然后在路上偶遇了小林 你是杨乌军 对吧 三勒心想 等等 我记得这个人以前和我是同伴同学 叫什么来着 快点想起来呀 不然超级尴尬的 卡卡拉拉塔娃娃 马东梅和马扎哈 瓦利拉和塔路拉 对不起我真的记不起来了 小林揭晓正确答案 很接近了 我叫翟赫林 正当小林准备鼓起勇气 邀请对方一起玩相近时 三勒收到了潘谢贡的邮件 催促他去联合园桌见面 由于害怕自己的迟到 会诱发对方的暴力 求生于拉满的他 向小林表示下次再聊 然后赶忙离开了 回到相见的兔子宫殿 你醒啦 手术很成功 你现在吃一只 可爱的雌兔兔了 DESWA 还有这种好吃 三勒把他要挑战 守墓人伪扎 为我们的事情 告诉了埃穆尔 吓得他原地跳高 还巴指他三勒没烧 然后手脚兵用 急速奔跑 说要让父亲瓦修知道 此时三勒回想起 之前三人讨论的时候 潘谢贡说 考虑到接下来战斗的危险性 建议三勒最好 先和埃穆尔解散组队 因为这游戏的NPC 一旦死了 就不会复活 画面来到瓦修的房间 听到了三勒要去挑战 伪扎位们的消息后 瓦修表示 他现在还太弱小 没有力量 致命之魂不代表要去送死 三勒认为 既然这件事情 能够触发和如此强的 瓦修的对话 那么顺利的话 应该能获得很有用的情报 所以他要说服对方 关键此事 致命之魂 三勒语气坚定地说道 我们并不是为了送死而去挑战的 潘谢贡那份想要赢的决心 深深地打动了我和其他人 机会只有一次 我认为帮助勇于挑战强者的人 是仁义的体现 诚然我现在水平不够 但还有两周时间提升 将不成熟的皮肤之勇 锤炼成挑战强者的气魄 听到这番话 瓦修沉思 然后开始说起伪扎未门的事情 他曾经被谎言欺骗 导致失去妻子 结果现在成了一具 自己也杀不死自己的 一直守在墓前的老不死的活尸 所以必须有人打败他 让他长眠 而瓦修早就决定 自己不会亲自出手对付他们 所以如果三勒真的想去的话 他会助起一臂之力 这同时也是安门的请求 来到锻造时 一只深色毛发的兔子出现 名叫比拉克 他觉得三勒的眼睛 和伊维尔的很像 三勒则是觉得 兔子一族的兔名太多了 他快记不住了 然后拿着三勒的致命菜刀 和他之前获得的四脚甲虫外壳 瓦修取向念族 开始了断造 一旁的比拉克开始解释 具有登峰造极的断野技术的人是名将 能够打造出失传的神代武器的人是骨将 而父亲的父亲是偶鸡将 而将这两者修炼至顶峰的 便是神将 他们的老大瓦修就是这样的存在 只见随着瓦修的每一锤 都会有一个圆心法阵浮现 并跃向半空 最后融入武器 这便是真话 独取武器的战斗技艺 将其达造成真实形态的高超技术 三勒至今为止和强者的战斗技艺 以及他向瓦修传达的强者之力 即将混合于一身 赋予这把武器真正的形态 然后瓦修开始迎唱起打铁歌 不好意思放错了 然后瓦修开始迎唱起打铁歌 比拉克听得十分入迷 三勒本来有话要说 但还是决定不打断对方 因为害怕这样会降低比拉克对自己的好感度 把路走窄了可不行 终于断造结束 原本的知名菜刀拥有了真正的名字和形态 突约上弦 突约下弦 一黑一白 双进一体 方能体现真正力量 上弦 何必自己等级高的目标战斗时 暴击会减少自身的血量 但会加强下一次攻击的威力 而下弦则是在同样的情况之下 回复血量 并且暴击次数累计足够之后 可以进行二者的合体 看到合体两个字 三了顿时就不困了 合体可是男人的浪漫啊 然而正当他想装备的时候 系统却提示 当前属性不满足要求 像极了你玩黑魂的时候 好不容易拿到一件好武器 结果发现属性不够 通过对升级加点的一轮心算 他得出了结论 在五十级之前 他都不配装备这把武器 想到这里 他只能仰天悲鸣 我现在就想用 今ここ到 撒到了一马 一条不起眼的后巷 某间不起眼的店铺里 脖子上缠着一只 M-2的三了 像是带了个按摩脖枕 抱歉 我来晚了 那个 我还是有一点点愧疚的啦 一边把手里的面包捏爆 一边露出和善的微笑 攀下共说道 一言讲完了吗 求生与拉满的三了 立马简要解释了刚才的事情 之所以是简要 是因为他也不想 特殊剧情的事情 完全被暴露 然后他鄙视监鱼 竟然念了个女性角色 监鱼回击 至少比你这个分分钟 被举报的鸟头半路呀好吧 这个人 现实里的真名为 余神辉 格斗游戏职业玩家 玩游戏用的名字 都是监鱼的同分一构体 追加监鱼 逆斜的监鱼 监鱼匠之类的 所以以后我们就简称监鱼吧 三了把从瓦修纳得到的 部分情报告诉了两人 攀下共思考后说道 原来如此 用老不死的活势 来形容伪诈卫门 之前我一直以为他是机械族 但如果是不死族的话 有些地方就说得通了 说到这里 他站起身来说有其他几时 于是把神代铁一记的地图 和吊杆交为两人 并叫他们去那里练到五十几 离开之前还吐槽 三了的拟太技术太差劲 你拟了个寂寞啊 不就是拿帽子遮住了眼睛吗 被发现了吗 三了镇定地回答 怎么 这可是时下最流行的 网红按摩脖枕哦 脖枕按一按 疲劳全消散 脖枕震一震 晚上睡得成 然而这个劣质的伪装 最后还是被迟钝的监鱼发现了 接着两人出发前往神代铁一记 在荒芜人烟的土地上 三了和监鱼 他们都把自己珍贵的第一次 献给了对方 这第一次和玩家组队 终于到达一记入口 映入眼帘的是一栋 和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 富有科技感的建筑 两人之所以要来这里练到五十几 是因为潘下光的情报表明 伪扎卫门会发动 让所有玩家的等级上限 变为五十几的效果 而他自身是二百级 正因如此 他才说等级不是关键 但如果连五十几都没有的话 那当然也不合适 通过楼梯进入遗迹内部 半空中有黑色金属板漂浮 对了 你现在多少截 二十五 然后三了用手捂住 那根本捂不住的鸟嘴说道 切 才二十几截的小萌星啊 告诉你哦 我可是 三十一截咯 啊这DESWA 有差吗 你个鸟人 艾姆尔说 三了先生的意思是 由他来保护柔弱的 监鱼小姐DESWA 三了说 嗯 还是兔兔聪明 监鱼说 你别叫坏兔兔啊 正当两人积极互动时 一个黑色三角追外神的 攻击型无人机起来 只见监鱼的双拳燃起火焰 来 开打开打 无人机从低处进攻 监鱼右手发力进行弹反 接着右手自驾往上 一发生龙爆裂 将此击碎 哦 一拳少女 SKIDESWA 监鱼的职业 全气使 虽然无法装备武器 但可以用各种BUFF加持自身 主家生命和耐力 以承受一定伤害为前提 在被干掉之前 先把对方干掉 极具格斗游戏职业玩家的风格 监鱼嘲讽桑勒 嘿嘿 一看你就是全家力量和敏捷的小脆皮对吧 桑勒回答 错啦 在下是幸运战士啦 致命之魂ZANKAI 致命之魂是什么 致命之魂就是致命之魂DESWA 但凡你说的话 有一点用也不至于一点用都没有 照着潘销供给的地图 一些人来到了这个身不见底 像是要吃人的洞 我说 这个女人该不会是想要借动杀人吧 女人心 比驴卡翁还可怕 但是考虑到旁边是两个脆皮 监鱼还是主动跳下去探路 艾姆尔惊呼 加油呀 打拳的大姐姐 听到这话 三浪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思考了片刻 最后开口说道 这货是男的 艾姆尔缓缓答出一个问号 三浪接着解释道 就是说 她的外表虽然是凹凸有之的少女 但内在的灵魂是男人 DESWA 这已经不知道是艾姆尔遇到三浪以来 第几次大吃一惊了 人体 很奇妙吧 这一刻 艾姆尔长大了 终于 他们来到了泪光地底湖 三浪抛下鱼杆 收获一条鲑鱼 监鱼抛下鱼杆 收获一条 巨蛇 横扫巨蛇 被击败后提供大量经验值 这就是潘西奥光让两人来这里练集的原因 三浪拿出之前拜托比拉克 利用丰厚素材打造的地方双剑 其中右手剑附带能够破坏全身的坏毒属性 三浪给予巨蛇足够的伤害 坏毒逐渐轻视被攻击的部位 成功制造出一个伤口 一个弱点 身为职业玩家的监鱼 立马看出这是全力进攻的绝佳机会 只见他双手燃起漆黑色火焰 发动全漆黑 对着弱点一个幼直拳打出暴击 趁着巨蛇进入硬直 艾姆尔也想加入进攻 结果对方发动扫尾 千军一发间 监鱼舍身抵挡 监鱼表示他生机竹家生命和耐力耐打得很 攻势仍未停止 巨蛇排满历史的大口迅速逼近 监鱼左拳弹反 再次打出对方的硬直 趁着这个时间 二人一吐齐功 重拳 穿刺 利刃 从三个方位切入 打得横扫巨蛇大翻 把眼口吐迷之液体 最后化为粒子 战斗结束 监鱼连升四级 吸得新技能 他打开菜单 开始琢磨新技能能否在技能合成所 搞出点合体技之类的 三拉健壮 问道 若若的问一句 什么是技能合成所 监鱼用一种看傻子的眼神 看向对方 新手村教程你跳过了吗 其实 我是跳过了整个新手村 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 有一件事正常的吗 身为职业玩家的监鱼 拥有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 他很快地接受了 眼前这个怪人的奇葩回答 然后详细说到 部分技能有熟练度 并互相可以合成 并得到合体技 技能合成所会告诉玩家 一些技能需要多久才能升级 进化 合成 以及其掌握条件 除此以外 还卖秘传技能书之类的 毫无疑问 监鱼的每一个字 都画作了一把利刃 插在了三乐又小的心灵上 看着对方这副失落的模样 监鱼果断打出了combo 你该不会连副职业和组合 都不知道吧 连副职业和组合都不知道吧 都不知道吧 知道吧 三乐紧着艾莫尔崩溃的呐喊 我只是跳过了一个新手村啊 怎么感觉错过了整个世界 不行 我要多看几条剧车戒气 最后两人回到营地 向盘霞宫汇报战机 分别是四十几和四十二几 还没等两人沾沾自喜 盘霞宫说不要莫及 迅速赶往下个目的地 两人不懂为何如此着急 自己还没怎么休息 盘霞宫只是叹气 表示时间所剩无几 必须趁此满月之际 去见那特殊NPC 两人感觉有一点迷 和守木人什么关系 盘霞宫开始回忆 其中详情请看下期 视频制作实属不易 如果觉得做得可以 还请订阅推荐鼓励 这是我的更新动力 就让我们相约下期